第306集 师兄好眼力 你的眼光还和当年一样犀利啊 小冬的前生确实不简单 他是弟妹在黄花罐里抱一只白色的泥狐狸 而得来的姻缘 正是因为在黄花罐里抱来的 所以和李老道的缘分极深 机缘巧合之下 老道受了小冬当徒弟 叫了他一些东西 至于身上的封印嘛 是老道怕小冬再追因果轮回 在小冬小的时候封住了小冬的灵力 让他成为普通的人 马特大爷提起了小白狐狸的事情 我娘抱回家的小白狐狸 我一次都没有见过 数次询问我娘 小白狐狸放在哪里了 我娘都是闪烁其词 不肯说出小白狐狸放在哪里了 在家中几次我翻了底朝天 都没有找到小白狐狸 后来问师父 师父对我说了 小白狐狸其实就是我的真身 如果我见到了我的真身 也许就会唤醒前世的记忆 到时候就得离开现在的家了 对我没有什么好处的 马特大爷把这件事情说完 方德青摸着胡子说 嗯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老道收你职责为徒弟 哎 对了 那老道怎么样了 我都十几年没有见了 马特大爷听到这里 叹了口气说 哎 老道早就驾鹤西游了 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见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与话成线的 马特大爷说完之后 我的心里一下子塞得难受 泪水当时就止不住地流了下 每一次我想起师父 总是忍不住流泪 人生太无常了 当时不珍惜 现在想珍惜的时候 已经晚了 在屋子里不是哭的时候 我赶紧擦去泪水 把脸稍稍地转到一边 马特大爷说 哎 咱们就不提这些伤心事了 只要一提起这件事情啊 小冬就非常伤心 哎 对了 小冬啊 赶紧叫大爷 还有你胖子师兄 我听到这里 赶紧叫方德景大爷 叫那黑胖子师兄 胖子很会热乎人 双眼笑成一条缝 拉着我的手 说长说短的 亲热极了 他问了我许多事 知道我没有学什么本领呢 就大包大懒地说 师弟 我胖子不敢说本事多大 但是混江湖还是可以的 我三岁就在外闯荡 什么事都见过 等以后我带你混 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 方德青听到这里说了 哎 胖子 你这个孩子就知道吹牛 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还带着你师弟混 你自己不饿死就不错了 我教你本事的时候 从来不用心学 我看等我死了之后啊 你就在家老老实实的种地 可别在外看风水 丢我的人 师父 您看您这话说的 您老能活一百岁 我要好好跟您学本领 等我以后挣钱呢 养您老人家 师父 我不用你养 你能养好你自己啊 到时候我就能闭上眼睛 含笑九泉了 两个人说着话 这时田大贵走了过来 朝方德青和麻子大爷拱了拱手 说 方先生 杨老哥 你们这也见面了 我爹签坟的事 您们看 方德青听了之后就笑着说 这事情 虽然难办 但有我师弟在 签坟这件事 就不用反难了 麻子大爷听方德青这么一说呀 赶紧的说道 师兄啊 我听田兄弟说过 那坟子的风水 不简单呢 嗯 是啊 那风水确实不简单 田家沾了一个极佳的风水穴 本来 风水周围灾树 能保护风水 山上灵草玉冒 能阻挡北来寒风寒气 四周灵不茂盛 则众心不受凶风恶报 但田家栽桑树 犯了精蝉血的大忌 让一个极余 变成了阴地的兄弟 现在还不知道 坟墓里的尸体是什么样子的 但我观坟头冒黑气 那黑气乃是血中生起的阴气 和吉祥的青烟正好相反 如果里面的尸体没有腐烂的话 肯定会被金蝉结茧 到破茧之时 就会变成非将施杀 先害族亲 再害乡林 师兄 按说那桑树只中了三年 按说不应该出人命 金蝉结茧 需要一个过程 而田兄弟说 他儿子是吊死的 按说即使那风水游击转凶 但一般不会损人口 师兄 你说这件事 会不会另有蹊跷 马子大爷说到这里 方德清愣了一下 然后说 师弟 你这件事说的有道理 那个田兄弟 你有没有在家得罪过什么人呢 田大贵想了想说 我对乡亲们都挺客气的 虽然我在庄上有钱 但我奉行与人为善 绝不仗势欺人 不过我那媳妇和我完全不一样 要是有得罪的人呢 也是他得罪的 方德清点点头 然后说道 你儿子上吊之后 家中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 田大贵想了想说 儿子死后 我办完儿子的丧事 就出去做生意了 好来听我媳妇说 儿子住的屋里 经常有动静 还说 他见过一个穿白衣服的女鬼 掉在屋里 还有 就是晚上时不时的 有女鬼哭 因为闹鬼 后来直接用锁 给锁死了 我每一次到那间房前 都很伤心 所以就很少过去 堵物伤情啊 方德清说 看来啊 爱死你儿子的不光和风水 有关系 还和你家宅有关系 我们这就回去 正好看看那间屋子 顺便把原因找出来 把你家的灾秧 撵出家宅 田大贵感激的说 那真是太好了 要是能找到 我儿子上吊的原因 取出我家的灾 我田大贵 定然中些方先生 和养老哥 麻子大爷听到这里啊 赶紧的说道 师兄啊 这次 庆家宅 和欠坟的事 就不用您操心了 您就在医院里 安心的养病 我一定把这件事 给办好咯 不行 让我在医院里养病 还不如让我死咯 你看看我的腿上 绑得乱七八糟 跟僵尸似的 还有啊 到处都是穿白大褂的 他们过来就把针 往我身上扎 这几天下来 我的身上都成了 塞在眼了 不行 我绝对不能再住下去了 今天就得出院 师兄啊 你的腿已经骨折了 必须得住院治疗 俗话说 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哎 师弟啊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就是腿骨上 裂了一条缝 前两天还有点疼 现在早就不疼了 田兄弟非得让我住院 以前你忘了 那次我领着你砍风水 你伤着了 我就给你弄了些草药 给你画了一张灵符 你那时候连药都没有吃 师兄啊 那时候咱们没有条件 现在有条件了 得好好的治 不然留下后遗症就麻烦了 麻子大爷在那里劝 田大贵也在那里劝 可将老头方德卿就是不听 无论如何都要出院 说自己的腿好了 没有什么大碍 说什么也得今天出院了 我这才明白 什么叫鼠降驴呢 最后没办法了 只能买了一副双拐 让老头出院了 办好了出院手续 由胖子背上了轿车 在轿车上 田大贵说 方德卿是为了 此家的风水才受伤的 一定要让方德卿 到自己的家里去住 还说家里有地方住 照顾起来也方便 不过一路上 田大贵一个劲的 往自己家宅的风水上野 看来是想让麻子大爷 和他的师兄 帮着清理家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